台湾社会现在风气渐开 但是有很多不合时宜的校规 现在被提出来检讨了 其中包括了限制男女交往的 敬爱令被说是最不合理的 有些学校规定男女之间的距离 不得小于100公分 检举同学谈恋爱还可以被寄功 现在不止敬爱令被提出来检讨 包括了鼓动学潮 不尊重国籍和元首等等 这些笼统过时的校规 都不能因此被处罚 你觉不觉得沈嘉宜有点喜欢我 男主角爱上了女主角 但只敢远观因为再靠近一点 违反校规校官就要来抓人吃大货 但现在这些LKK的校规 通通都要改 这个不动我想应该有一个 合适的一个规范 我相信不能用校规去做去做禁止 敬爱令要拜拜 传情书写情书也通通不用被校规罚 那像这样子上街头搞学运呢 我们不认为说他参与这个 就要变成是一个处罚的要件 而是说其他学生受教权 造成冲击的时候 我们才应该变成为要件 简单来说校规处罚 不能包括鼓动学潮 不尊敬国旗和元首 甚至是谈恋爱 而且也不能有廖北亚条款 检举同学不法就计较 教育部要全面检讨过时校规 让校规也能跟得上潮流 记者戴瓦林和江长敏 在台北的采访报导 在台北的采访报导